小小空間卻擠滿土耳其和敘利亞居民 志工緊急找來毯子 讓他們能夠勉強避寒 位於土耳其鎮央一百八十公里外的雷翰勒 這個成立七年的臺灣中心 成了當地人最大的臨時避難所 每個房間人滿為患 目前臺灣中心收容約三百到四百位婦女小孩 在當地斷水斷電情況下 預估基礎設施重建期 至少得要在半年到一年時間 臺灣NGO組織正努力籌款 想辦法為災民挺身而出 總統蔡英文表達哀悼之意 只過去臺灣發生九二一強震時 土耳其率先派搜救隊來臺協助 此時此刻 臺灣也一定會攜手幫助土耳其渡過難關 外交部也宣布捐贈土耳其政府的 贈災款項提高到兩百萬美元 約臺幣六千萬元 並公布相關的捐款專戶 我們已經跟臺灣的外交部 以及土耳其駐臺辦事處 已經有密切的溝通 他們今天下午就會開會 土耳其發生規模七點八強震 許多救災英雄默默付出 正不垮的是臺灣人的跨海愛心 新新聞黃軒劉微婷採訪報導 微科上載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葵 綻辯